好,上一集我就說很喜歡黃蜂套房 現在就帶大家參觀一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可以得到最新的資訊 一進來就分了兩個區域 右邊有一個衣帽間的位置 套房有衣帽間非常好 有這麼大就更正了 這裡可以浪很多衣服 有傘,有浴袍 還有鴿蠻 例如要去玩的時候那些證件可以放在這裡 有很多櫃桶,可以放東西 細心位置有一個拖鞋 通常套房就會有拖鞋 一般的郵輪都未必會有 所以你們要記得要戴 好,然後看看這邊 這裡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梳妝桌的位置有鏡 女士門就非常好 可以照鏡化妝 另一邊有一個巴桌 巴桌上有什麼呢? 第一,有一個咖啡機 準備好咖啡,隨時可以沖來喝 這是一個煲水壺 你們不要帶上去 因為套房準備好咖啡機 一般的房間不會讓你自己煲水 因為怕你煲下水後 你忘記關掉就會漏電 另外有些食物可以隨便吃 因為這是套房的關係 下面又有一個雪櫃 裡面的飲品也是可以喝的 免費的 有啤酒、汽水 全部都有 而這邊呢 有些茶包 女士門喜歡喝茶 可以沖來喝 準備了不同的杯 有高薪杯、咖啡杯 然後身邊這扇門是什麼地方呢? 進去看看 這就是洗手間 以套房來說 這個洗手間也算是挺大的 我去過這麼多次的游泥套房 因為它有浴缸 而且是整個人都可以浸的浴缸 不是小浴缸來的 非常之舒服可以浸 還有雙洗手盆設計 沐浴露 洗頭水應有盡有 你們可以不用帶的了 還有很多的 梳瓦也有的 最重要就是有牙刷 因為一般 郵輪很少會準備牙刷 有時候外國船隊比較橫步 所以外國船隊記得帶回 這邊會有一個企缸位置 而櫃桶 全部大宗小的毛巾 應有盡有 而企缸位置看到一張椅子 就方便讓老人家坐在那裡 這邊就是馬桶的位置 也很寬闊 很乾淨的感覺 然後參觀完廁所就出來了 這邊有塊鏈的 例如你人多的時候 可以拉上一個鏈 換衣服就不怕 當然兩夫妻就不需要了 然後來到這邊 很闊的睡房位置 這裡有一張桌子 是工作桌子 如果要用電腦的朋友 就可以在這裡 有插頭、USB頭、電話等 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準備好了 這邊 你看坐在這裡 就是一個三人的梳化位 有朋友上來 就可以坐在那裡聊聊天 這張是梳化床 你晚上有需要的時候 譬如你老婆帶你下床的時候 你就可以叫人上來 開張床給你睡 然後每天都要有新鮮的水果 準備了給你 你可以在這裡吃點水果 這裡有個電視 可以看回節目 以及當地的電視 這裡 哇 重頭戲 這張 六呎的King size 床 非常舒服 還有椅子在下面 這裡有多不同的資訊 最重要就是這一份 這一份就是 旺程的日誌 有全日的節目 餐廳開的時間 這裡有一塊鏈 如果真的多過兩個人住的時候 你會用到梳化床 就可以關上一個鏈子 分開兩個區域 有些私隱性 這是非常好的設計 因為這些是新郵輪的設計 所以 所有床頭都有床頭櫃 有燈 最重要就是會有一個USB插頭 給你充電 用的 你知道香港人很喜歡用電話 一定要插著充電 接著就要在這個很重要的地方 這間房間一共有兩間露台房 所以露台也是兩個 記得好好地享受一下露台 這裡不是比較實的 因為它要防風 所以要大力一點 出去的 這裡就是遊輪碼頭位置 現在還沒開船 這裡呢 我保守估計 應該都有三米那麼長 所以 你看到兩張椅子 茶几 都是出出有餘的 你在這裡 享受咖啡 享受日落 非常非常捨異 記得住皇宮套房 今天參觀皇宮套房就完畢了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和讚好 如果你想我拍些什麼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拜拜 來這裡 不乾杯 來這裡 我來這裡 不乾杯 謝謝 tutti 我來這裡 不乾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